一杯手打柠檬茶 应该怎么选柠檬呢 OK 这是黄柠檬啊 四川安月的黄柠檬 这是海南的子弹头柠檬 也是五指的 这是海南的小青柠 也叫青柠 这是香水柠檬啊 最后的香水柠檬 广东的 先看一下海南的子弹头 这个样子的 有点长长小小的 然后是黄柠檬 黄柠檬就不用介绍了 大家都知道了 OK 再来就是青柠啊 小青柠 广西很多 很多朋友拿来做柠檬 鸭的也是这个 最后这个是广东的香水柠檬啊 就是我们的主角了 暴打柠檬茶 少不了它 接下来全部切开 看一下里面怎么样的 OK 先来子弹头柠檬 咦 怎么还有子的呢 这是概率问题啊 一般来说子弹头也是没有子的才对 用来做柠檬茶也是可以的啊 OK 就是青柠啊 青柠里面也是有子的 很远来的小青柠也差不多 我们看一下里面 很多广西的朋友喜欢拿来腌 腌好之后做柠檬鸭就是它了 OK 再来就是黄柠檬了 黄柠檬比较酸啊 暴打柠檬茶的话就有点不太适合了 里面的籽也是比较多的 有的时候搭配一下香水柠檬也是可以的 最后面就是香水柠檬啊 广东的香水柠檬 这个皮有点像苦瓜啊 大家买的时候最好是看清楚了 切出来里面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也是没有纸的 偶尔也会有一颗纸 想做手打柠檬茶就是它了 好了 最后再看一遍 子弹头 香水 小青柠 黄柠 大家以后应该都知道怎么选柠檬的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OK